南东县政府及各乡镇施工所 将在4月1号到5月31号之间 展开104年农林榆木叶普查实地访茶工作 副县长陈振生特地化身为翁来北 拍摄宣导广告 希望借此教导受访民众 如何正确辨别普查员身份 也呼吁大家配合访茶 农林榆木叶普查五年举办一次 本市叶普查预计进行五万三千户 农家之判定访问 收集全新农业资源分布 生产结构 劳动力特性的资料 以地政府制定农业政策参考 各位乡亲大家好 五年一次的农林榆木叶普查工作 即将在4月1号到5月31号进行普查 那今年普查请大家不要担心 因为我们这个不会作为扣税的资料 主要还是提供为我们农业未来发展的一个主要参考 所以请农民以及我们相关的行业 大家共同来配合政府这项普查工作 那普查的同时我们同仁会携带证件 轻松公函 另外也不会去要求你提供账户号码 所以这些措施其实都是非常秘密的进行 也相信不会泄露过程的资料 所以请各位多多配合政府的政策 共同来采取农林榆木叶普查的工作 让南投县整个农业发展能有更发展的前途 足迹处统计科长王和会指出 普查员除了已接受完整训练 也将落实三木家二会员者 请民众放心接受普查 这一次我们南投县政府办的农民榆木叶普查 需要询问的内容是想要了解农民的生产状况 所以它的温向会有 各农民在104年整个农作物种植的情形是如何 那所花费的成本像是有没有使用 有机肥料啊农药 我们都会做一个询问 另外呢为了了解农家人口的消长情形 我们也会对家中的人口做一个了解 看家中从事物农的人口到底有多少 那有多少人是从事非农业的情形 希望各位农民能够支持提供详实的资料 让政府能够有正确的资料 做出有利于农民发展的政策 普查取代的资料 只提供政府整体统计分析用途 并不会作为磕税的依据 若是受访民众对本市普查任有疑虑 可以打电话到县服主机处专线 019-2232-875-220-1024 或给公所查询 也可以透过165反诈骗专线 确认普查作业 请农民放心接受访查